关山警分局接获献报说台20线原辆可以车辆载着木头下山 随后联合林务局共同联手出击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顺利在台20线上逮捕了嫌犯 并且查获车上盗取有3000多公斤的台湾红菊木 当场以违反森林法及切道罪嫌将嫌犯给移送法办 车内满满的木头就连后车箱盖也盖不上 当场人账俱获盗取林木的山老鼠见事迹败漏 赖也赖不掉只好乖乖地配合警方的查契 关山警分局透过警民合作的通报网接获献报 台20线有一辆可疑的车辆载着木头下山 随后关山警分局侦察队联合了林务局关山站的工作人员联手出击 早上7点多接获消息到了8点55 只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顺利地在台20线上逮货犯贤 并且在车上起货了范贤盗取的3000多公斤 台湾红举木 出来所以本日上午8時40分 联合侦察队林务局森林警察队在南横台20线 199.5公里处查获窃取台湾举木 逮捕现刑犯一名重量3077公斤 市价18200元 全案依违反森林法案移送地检署侦办 王姓范贤见事迹败露 难逃罚王 对警方坦诚不讳 公称他已经把量身定做好 且重达3000多公斤的木块放置在核窗上 再透过自制的脚链机拖上相信车 本来想说这招天衣无缝 但最后还是被警方查获 而警方也依违反森林法以及窃盗罪 将证明王姓窃贤移送法办 记载起轮还端向报道